老百姓怕关 关怕锦衣卫 锦衣卫怕东厂的厂弓 怕太监们 那么东厂岂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很长一段时间确实是这样 直到西厂的出现 你问我西厂算什么东西 现在我就来告诉你 东厂破不了的案由我西厂还破 还有你听好 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 东厂不敢管的是我管 一句话 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 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 先掌后奏黄泉特许 这就是西厂 够不够清楚 那么这个西厂又是怎么回事啊 连权倾天下的东厂都不放在眼里啊 你可能不知道 西厂的名气虽然大 但是它存在的时间很短 跟基本贯穿了整个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相比啊 那简直没有可比性 只是在成化皇帝在位的时候才风光过几年 至于成化皇帝为什么要弄一个西厂呢 原因说起来很偶然 话说明宪宗成化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1476年10月 紫禁城里边出了一桩奇案 怎么回事呢 这天有一个叫做李子龙的道士 不但悄无声息的溜进了皇宫 居然还一路跑到了皇帝住的万岁山 几乎到了皇帝寝宫门口 才让锦衣卫给逮住了一审 李子龙交代说 自己进宫是准备刺杀皇帝的 哎呦这个审讯结果可把成化皇帝给吓坏了 好嘛 号称戒备森严的皇宫啊 又是东厂又是锦衣卫 居然让一个道士如入无人之境 差点还要行刺阵 不用说这个人在东厂和锦衣卫里边肯定有内应啊 看来东厂和锦衣卫靠不住了不可信 那怎么办呢 朱建神就把自己最宠信的太监汪直给找来了 让汪太监另外再找一班人来破这个案子 要说这个汪直呢也有点本事 接到任务之后呢 各种的捕风捉影抓了不少人 还搜罗到很多所谓的秘密消息 让城化皇帝很是满意 嗯啊 这个工作很有成效 等到案子办完之后 朱建神告诉汪直 你找的这帮人呢 也就甭回原单位了 咱们再弄一七场 东厂和锦衣卫以后都归西场馆 就这么着 一下子西场 又成为了最牛的特务机构 东厂和锦衣卫都得听汪直的 只不过汪直这个家伙 哎呀 小人得志啊 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是 拼命的罗织所谓的谋逆大案 各种栽赃陷害 敲诈勒索 几年下来弄的那简直是 人家说民不聊生 他这是官不聊生 逼得能在皇帝面前说上话的文武大臣们 还有东厂和锦衣卫的头头们 是天天跑到皇宫里边告他的状 皇上您要是再由这西场这么胡闹下去 那我们可真就只剩下造反这条路可走了 成为皇帝一看 犯了重怒啊 就也怕局面难以收拾 只好下旨撤销了西场 哦对了 除了谈花一线的西场 明朝还出现过一个权力极大的特务机构 那就是明武宗诸侯赵在位的时候 大太监刘瑾 趁着郑德皇帝年少贪玩不理朝政 搞出来的内航场 这个内航场呢 也跟西场一样 能够管东厂和锦衣卫 封光了短短五年之后 随着刘瑾倒台被杀 这个内航场也随之被撤销了 刚刚我不提了内场吗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咱们一般人甚至可能都不知道 有过这么一个特务机构的存在了 好了 到这儿呢 明朝特务机构的事儿啊 咱们就说的差不多了 从大明建国到灭亡 第一位 东厂西厂 内厂 也就是内航厂啊 这些特务机构相继做大 不但破坏了正常的行政司法体制 各路特务为了争权夺利啊 还互相的倾压 这都是造成明朝中后期宦官乱政 国力衰败的重要原因 不过像有些电影里边说的那样 把特务看成是大明亡国的根源所在呢 患者觉得也不大合适 好官都走了 还有谁来处理内生大事 那些东厂烟贼 最厉害的几个头目 这半年来都做了我们的刀下鬼 平定了东厂 这些好官就可以早日回来了 明朝的场位乱象 根子上来说呢 那还是出在皇帝身上 独裁专制嘛 一个人说了算 皇帝英明能干一点还好说 碰到皇帝稍微昏庸或者懒一点 哎呀 像东厂西厂锦衣卫这样的专制怪胎 那必然就会出现 而倒霉的 当然还是国家和老百姓